没有要订婚 是 怎么了 是真的 不然呢 不不不 还有 又怎么了 心理枪在外面 这个时候还管什么行李箱 你是喝醉了 吃错药了 还是药不油 用脚踢 这还是那个接人性吗 季老师 我觉得状况有点不太对 哪儿不对 这个花风 变得太突然了 有点不科学 今天又不是月圆之夜 你怎么就变身了 而且 我们俩 不是那种关系 你想的话 就可以 啊 能再说一次吗 你在门口说的话 哪句啊 说我可以重来一次 我只喜欢你 跟一切都没有关系 继续 我只喜欢你 没有 我只喜欢你 我只喜欢你 那甚至是 我只喜欢你 我只喜欢你 听我的 我们试试吧 听不懂 不是 季老师 您再说一次 我怕我唤听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交往吧 回答呢 那个 不应该是有后续吗 不应该还是有反转的吗 什么反转 比如像之前你会说 我很需要你 你在的时候 我才能安心地睡着 那这次不是应该 也有后续的吗 你应该会说 跟我交往吧 才怪 跟我交往吧 想得美 这样的台词 才是您的风格呀 或者是我漏听了 其实您真正想说的是 交 王八的素材 请解你故意的吗 我没有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 传播老师的心思 因为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 都误判了 不用揣摩 我没有喝酒也没有梦游 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 我为今天所做的一切负责 不用担心我醒来不认责 你呢 现在吃饱了给我回家 让我好好想清楚 回家 不然呢 留在我那儿过夜 明天的你答复 开草 明天的你 感谢观看